你还没瞧着我的胃啊 这小孩飘了进来 然而一旁的顾客都在门头吃饭 对眼前一切毫无察觉 无奈文文也只好低头不看 阿飘也不理会他 自过自地吃着眼前牛肉 当他再次抬头查看 阿飘已经吃饱和足慢油油飘了出去 与此同时牛肉面已经做好 看着眼前的面顿时没了食欲 结完照马不停蹄跑了出去 就在他准备过马路时 却被一个小胖还硬生生穿过身体 晚上能见到鬼就算了 这大白天也开始频繁看到 让他愈发不安 回到家中倒头就睡 奇怪的是梦里莫名出现一个地方 他从来没见过的地方 似乎在暗示着他什么 最后直接被噩梦惊醒 当他醒来发现家里一切正在发生变化 桌上还若有若无出现一张照片 于是他好奇地慢慢上前查看 正当他即将碰到照片时 照片却突然消失 随即家里的一切又恢复如初 他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决定找男友帮忙 查出眼角目捐赠着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此事电梯里空无一人 可就在电梯打开的时候 里面却莫名出现一个诡异的老头 此事电梯了 此事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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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重见走 此事电梯